东西也不少 因为要打算回湖北了 然后把小家伙的东西收拾一下 全部打包带回去 现在搞的都分不清 什么是什么了 全部混在一起了 还有一箱 今天整齐 我的衣服还真不少 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都有 拨片都好几张了 这件这么厚 这件衣服 以后就让他做他的主打衣服 羽绒服啊 这段时间了 天天天气都不好 所以说 我把这项衣服还没洗的 我们就准备带回湖北那边再去洗 这里又是满满的一箱 这些都是洗好的 我们也用袋子把他装好了 帽子 专门用袋子装起来 每个都是分开给他装的 这是毛巾 毛巾 这个是衣服 以后出门就是脱家带口了 哦 还在肚子里面没出来 你就嫌弃他还脱家带口 这不是嫌弃 我就觉得这很开心 有时候你真的有点自相矛盾 刚才你那话的意思就是有点小嫌弃啊 等一下的 哎呀宝宝醒了没有 哦 宝宝你睡着了没有 哦 我发现我跟他真的有点带勾 这一下看长重了没有 100 还是119 这个里面没怎么长的 最近天气太凉快了 哈哈哈哈哈哈 要买点什么吃的在路上吃 家里有很多啊 去拿个海底 好 买个猫耳朵回去吃 这个湖北那边好像没有 应该有吧 自己干东西少吃一点 应该是 可能是我没发现 哈哈 带回去吃嘛 啊 这个帮我一个月才到 因为是从国外发过来的 谢谢他老板 没事 哦这都一个好姐姐 给宝宝寄的热奶器 油奶器好像是 油奶器 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谢谢这位好姐姐 是吧 太感谢了 对太有心了 因为他寄过来的话 时间确实是有点长 然后我也到现在才收到 差不多一个多月 现在要把你带的东西收拾一下啊 带一件大棉袄回去 没有其实湖北那边也有很多的 哈哈 这是因为现在肚子那么大了 还带一件这种大的啊 哇 长袖外套带回去 短袖就不带了 是的 我的衣服就简单 就那么简单 其实也不用带多的衣服 好 那边也有 以前回来是拖箱子 现在我是一个袋子就够了 现在学到我的话 你的两个袋子搞定 大整的东西就少 主要是小家伙的东西 主要是小家伙的东西 哎呀 我来拿嘛 哎呀 要做两次啊 嗯 哎 哎 我做事搬完了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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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小伙的 好多啊 现在我们去乡下给爸爸改装啊 嗯 嗯 嗯